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前熊熊燃烧 四周静悄悄的 什么也没有看到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袭击了他 嗡的一声又来了 双耳鸿鸣 双眼模糊 神石针扎般巨痛 感官近乎失灵 莫名的毅力砸向他的身体 嗡的一声 这一次他没有被击中 万物母气著成的顶将他收了进去 玄黄物丝垂落 发出种种的声响 与此同时 离火神炉的盖子打开 火烧四方 大火席卷这片天空 叶凡生怒 该死的 吃了大亏 到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东西袭击了他 在万物母气著成的顶中 他检查自身的状态 深深吃惊 蹊跷都在溢血 骨头险些碎裂 皮肤出现一道道血纹 这也就是他 如果换一个人 就是第三秘境的修士 也必然形神俱灭 这样的攻击太可怕了 他的肉身超越灵宝 刀剑难伤 却依然险些被打裂 可想而知有多么的可怖 嗡的一声 又是一阵柴阴发来 这一次叶凡身处顶中 没有像刚才那样狼狈 清晰的见到 是一种奇异的光波在震动 看似轻柔 但威力惊人 让他手心出冷汗 柔和的光波震动而来 如一道涟漪一般非常轻柔 但击在离火神炉上 一下子让其上面出现一个深深的凹槽 昔日 他斩出斗战圣法 竭尽全力 也不过在上面打出一个巴掌印 这道连一般的光波 却让神炉瘪下去一大块 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怪不得 险些让他肉身崩碎 这样的力道 再来几下的话 他定然形神俱灭 光波是从松林中发出的 不断的荡漾而出 在夜月下 显得分外轻盈 果然是魔徒 可怕之处 初步显现 耍了一声 夜凡将离火神炉收进顶内 短短片刻间 上面已经出现了四五道深深的钩痕 像是被天地之鞭抽过 还好 此炉非常神秘 近乎不灭 时间不长 已经慢慢的鼓掌了起来 如水晶一般透明 快速的修复了 这个火炉 有不朽之能 夜凡霜夜 神光战战 但是眼下 却不是分心的时刻 外面危局不解 他必然会死在这里 让他稍微安心的是 万物母气筑成的顶 虽然没有通灵 未有特别能力 但就坚固而言 世界少有 那一道道涟漪 激在上面 虽然发出铿腔之意 但却没有留下痕迹 此次玄黄气垂落 反倒压碎了一道光波 夜凡驾驭保顶破空而去 他不想放弃 再次尝试 可惜 结果依然未变 而且 惹来了更多的光波 漫天都是 像是一道道光雨 五彩缤纷向下照来 荡荡荡 穿金石裂 生振尔骨 万物母气筑成的顶 被打得四处乱飞 突然 光波消失了 一道黑线从林中溢出 轻飘飘地划过天空 却让夜凡心中惊惧 那道黑线竟割裂了虚空 却让他毛骨悚然 这样的攻击力度 他担心自己的顶也承受不住 无极必烦 果然如此 看似祥和 却如此的胸部 荡的一声 万物母气筑成的顶 猛烈摇动 并没有碎裂 但里面的夜凡 却感觉很难受 强大的力道震得他浑身疼痛 然而 让他透皮发麻的是 那片笼罩银色月花的松林 竟然倚出无数道黑线 轻浮而来 夜凡玉顶逃顿 这么多黑线 万物母气顶肯定接不住 且就是不遂 也足以活活地震死他 这可真是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他绝望了 这片松林宁静而速解 虽然很像仙林 但却比鬼林还可怕 可斗转星移 他逃脱不了 冲向哪里 他便挡在哪里 这个时候 夜凡发现半空中 到处都是黑线 密密麻麻 但松林中低处却没有 一片朦胧 不管了 死就死吧 他咬了咬牙 驾驭保顶 贴地而行 一下子冲进了松林中 无极必凡 这种地势 一旦发动 按照原天书所述 只要进去 就很难活着出来了 但是夜凡没的选择 不冲进去的话 立刻就要死 天空中 那一道道黑线 如魔手轻舞 不多时候消失了 林中非常安密 夜凡在顶中 等了很长时间 也未见有变化 难道 我真的要被困在这里了 他从顶中出来 站在地上 一手摸索原天书 突然 原天书哗啦 自动翻野 射出一道道锐彩 这是 松林中也有锐彩闪烁 夜凡深色一动 手持原天书向前走去 他相当的吃惊 他在地上看到了 原天文落 是原天书所独有的符文 在地上闪闪发光 与天书相互吸引 夜凡大步走了过去 第一处 原天文落深傲繁复 他根本看不懂 符文组有数百个 组成一个六芒星徒 全都刻在原石上 埋于地下 此刻流光一彩 显现了出来 前方 锐彩朔朔不至一处 通向松林最深处 向着一盏盏指路的明灯 这是为何 难道有原天师 曾经来过此地 夜凡的心 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本已陷入绝望之境 但眼下却多了一道希望 他手持天书而行 缓缓迈步 仔细观察 走向了松林最深处 突然他神情一宁 心中无比震惊 就在不远处 有一座古老的建筑物 陈旧而破败 但却没有倒下 立在阴影中 那是一座神庙 在遥光圣地的矿区 挖出青铁金字塔时 曾浮现出太古大地 匆匆郁郁的景象 匆匆地看到一些种族 更是看到一些不同的神庙 眼前所见 绝对是太古的神庙 过去无尽岁月了 他虽然古旧 但却并没有倒下 叶凡心中震动 难怪此地特别 明显不是凡土 在太古时代 乃是神圣种地 物极必反这种地势 恐怕仅是表现 多半还有其他东西 叶凡并没有走过去 因为地上的原天纹落 并不是指向那里 而是前方 他继续前进 没有分心 这一路上 他足足看到数十处符文 皆玄傲无匹 但没有一处能够看懂 有的形如真龙 蜿蜒曲折 有的壮弱苍规 陈宁不失灵动 更有不少星途 与漫天星斗对应 这是原天图 是原天书中所记载的 最高成就者布下的纹落 毫无疑问 必是原天师所为 其他人根本没有这种手段 松林深处 月光如洁白的羽毛 大片大片的洒落 流水一踪踪 一座凉亭静静的立在前方 这座凉亭 故意盎然 完全是以原石砌成的 转刻满了岁月的风霜 四根柱子上 刻有很多骨子 叶凡仅仅看了 第一根石柱 就被震住了 圣竹云 皇主王 神王商 叶凡不得不惊 此地果然超乎想象 他细心地观看记载 这是一位原天师的手记 神王